大家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六 華為的Honor 30,即是榮耀30 5G 已經成功安裝Google Play Store 如果你有機器還未安裝,可以找我們國行見訊 我們的WhatsApp聯絡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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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現時很多坊間都說安裝後不能升級 我們這個裝完是可以升級的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找我們安裝 首先我們試一試這個Google Play Store 我們安裝這個是完美版 我們試第一個,Youtube 還有我們安裝完這個,是不會彈到Google的汪檸 沒有汪檸的 是可以播到影片的 我們再試第二個,例如這個Google Chrome 正式安裝一下,都是不會彈到Google的汪檸 沒有的 我們試第三個 我的WhatsApp 只要你搬資料之前,你把WhatsApp的資料 升上Google的雲端 在這部新機,你重新Login 是可以拿回資料的 即是拿回你的資料 是可以拿到的 WhatsApp可以安裝到 Vchat也可以安裝到 HotMac 正式安裝了 開啟 如果第一次,可能就要等一等 因為它要拿回GBS的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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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放在後台那邊 先放在後台那邊 待會回來再看 還有KMB 剛剛安裝完 KMB這個APP 有時會 即是測試一下測試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又到暫時時間 之後Pay Me 我們測試一下 我們測試一下 能否測試到 是可以測試到的 有這個Login畫面 以及這個註冊畫面 也有的 Boc 銀行X 剛剛安裝完 剛剛安裝完 也是有這個 開機畫面 登入畫面也是有 OK 我們先看看剛剛的Google Mac 我先清理了一次後台 現在我們是在清衣的 這個Google Mac的衛星GBS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Google Voice Google Voice 現在我們可以在清衣的 開啟拳 開啟拳 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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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拳拳 跟我們之前安裝的Renews Renews 30s和30 Pro 30 Pro 其實也是一樣的 測試的東西也是一樣的 我意思是測試的結果 大家都是一樣的 這個Bluepranda 可以鎖到我們的位置 定位 是清衣的 Netflix 開啟 如果這部機可以開啟 其他機都可以開啟 就是榮耀30號 30號加 和我們Lofa都試過 都可以開啟 再試最後一個 經常用的巴達通 剛才不記得 試一試 試給大家看看 我們開啟這個巴達通 略過 不同意 略過 這部榮耀30 是有NFC的 NFC 我們試試這個登入畫面 是有的 登記畫面 也是有的 OK 先試到到시에 我們在各向天生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的WhatsApp號號號是 97964300 再見